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是我们阴道处于一种微酸性的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上有一些有异菌来维护这个阴道的 包括乳酸菌 那么有一些异常的菌就不可能去发展繁殖 造成我们的阴道的炎症啊等等这些改变 所以阴道的菌群是一个稳态状的 当初一稳态我们说阴道的一个菌群 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那么如果说阴道的生理性的菌群 出现了紊乱 乳酸菌少了 其他菌呢出现多了又繁殖了 这时候呢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了 这时候呢疾病来了 它不能抑制了其他的细菌 或者说其他的病原体对阴道的一个损伤 我们说出现阴道炎 所以呢再说到菌群失调 就是说的这个菌群紊乱 当然呢这个是比较相对深的一个我们目前的说到阴道的一个环境 那么对于我们每个女性不愿意得阴道的炎症或者外阴的炎症或者包括喷枪的炎症 那么菌群紊乱的一个改变造成的炎症要治疗 那么治疗的同时我们要恢复我们的阴道的菌群的一个正常环境 所以我们在有时候治疗阴道炎的时候 我们把菌给它消灭了 或者把它的霉菌给它消灭了 但是呢你也把其他的一些菌也给人消灭了 那怎么办啊 那么后续给补充一点乳酸菌 我们放点乳酸菌 是乳酸菌在阴道里头形成它的一个相对正能量的一个环境 来抑制其他的菌的再生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记着治疗完我们要维护阴道的一个正常菌群